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我們敏滴裏面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膚恢養,皮膚過敏,主副手,對皮舌脫落,及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第二節,我們在說減肥,不知道健康食品有沒有減肥呢? 糖蠟燒,是否糖分即刻燒? 應該是喔 你要問問糖蠟燒,糖尿病會減肥 不是減肥的 這個像是蔬菜,可以幫你補充蔬菜 我是減肥的,我還以為減肥 馬上拍兩粒,讓我馬上瘦 我們做模特兒,有沒有說要收冰 叫粉絲,不要說收冰,約你吃飯,當是女神奉獻 我現在很多模特兒都開直播,叫粉絲送禮物 尤其是近期那個什麼什麼 可不可以說名字嗎? 可以 可以 張欣欣之前就爆發她收很多粉絲的禮物 現在又搞到很嚴重 因為 沒有找數嗎? 是呀 現在說沒有找數 類似什麼,送禮物給我要脫衣給你看 那又不是的,純粹叫冰系送禮物 那她答應那些兵做什麼? 沒有的,兵是無限奉獻的 即是台灣的嗎? 香港的 香港的? 是呀 接著收冰是怎樣 其實他們真的無限奉獻 只要你有時跟他們聊聊天 其實他們已經會付出 陪著你去一些不同的活動 或是送禮物 但我經常開直播都沒有人送禮物 經常說什麼時候約你出來吃飯 接著我約其他朋友 然後我發了上Facebook 或Instagram就做一個生氣的樣子出來 說為什麼不和我吃 然後真的叫她吃的時候 不出現 說不出現 通常我都是這樣 怎麼可以呢? 我真的要訪問張欣欣先 找人 怎麼可以叫粉絲奉獻禮物 奉獻禮物 我經常都沒有人奉獻給我 開著 真的只有一個體字 是呀 有時開直播都難 因為香港的風氣不同 台灣大陸的風氣 香港的風氣是 我覺得他們進來的時候 已經覺得給你面子了 已經覺得我已經付出了 我不需要再送 她說不用送禮物 直接cash給你就算了 但也沒有 直接cash 你就要出去 你就要陪她 之後才cash 但又沒有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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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很少開直播 因為我沒有理由 有時我開幾個小時 都只有幾個禮物 不是很多 不如我出去做其他事情 我都已經有 還有做三個禮物 一些時間做三個禮物 例如你開九個小時 開十個小時 你將那些時間 三個小時一個job 一個禮物 百多元 幾百元 一天都千幾二千元 用的時間真的很長 算出來好像都不是這樣 你一個job 已經蓋上了 蓋上了整天的時間和金錢 其實我覺得直播最好就是 放在旁邊 即是你真的正在做其他事情 即是可以同時做 即是適合一些OL 或者做一些網上拍賣 那些事情才適合 即是你這些 你要出去做Promoter 你沒有理由推 我現在正在做 在做什麼 喝師生 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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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不行 真的要貼鏡頭在旁邊 即是有個助手在旁邊 我現在正在拍你 在做什麼 長期的播放你 就OK了 我們經常到處走 很難會開直播 用的時間真的很長 而且你要保持著 每一天 即是可能一個星期也有幾天要去播 所以我覺得那些直播的網紅都很厲害 經常都可以開直播 其實我覺得做新聞 但有錢 那些 怎會可以這麼多錢 即是 即是真的 除非有一兩個大財主 我在想其實那些應該是自己的錢 我聽很多說 他有一堆人 然後不停幫錢 就做到你 再分給你 做到你 很厲害 但其實他的錢 只不過一萬一買 就收回 一萬一買收回 再給他們 即是recycle 那你很浪費時間 但就好像做紅了你 做紅了有什麼意義呢 原來林海恩 一人二十萬 有很多粉絲 十幾萬 八幾萬禮物 然後就開始有新聞 原來做這個主播 然後就可以有這麼多錢 我也去做 但你也是recycle 每個月 有人給你 拆回錢 又給別人 然後又說下個月 再來 即是很無意義 即是 好像做新聞 即是好像給錢出來做新聞 即是 是呀 不如為什麼不做一些可以收錢的東西 對 不過其實有些 即是那個台已經這樣做 即是那個台找你回來 然後就幫你這樣做 做小 除非他不用我自己拿出來 是呀 都可以玩一下 即是可能可以哄到其他粉絲 嘩這個很紅的 很多人送禮物 當然我都會留意一下 我先送一下 即是可能是羊群心理 是呀 糟了我講了這件事直播之後 又有很多人對號入座 會不會總討我們 不知道 最近我開了 我自從做了恩觀點之後 很多人都對號入座 什麼對號入座 即是以為我在說他 即是那些話題 其實有些是我的朋友 遇到的事 一些話題 還有有些是大圍的 不只是說死一個人 即是好像爆了他的東西 然後他就不喜歡 但很難免的 有些對號入座 有些對號入座 根本不是說他 是呀 根本不是說他 因為有很多人 即是我想想你有做過 因為你怎麼會作賊心虛呢 即是我也沒有講指明到姓誰 即是甚至乎是新聞 即是不需要 即是我說recycle的那些 可能不只是香港 台灣的那些都會是這樣的 是呀 那些大台 那些那些 如果我經常都不敢說 即是要封咪了 即是開不了咪了 即是怕得罪人的話 即是我沒有講誰 我真的沒有講誰 即是我很少這麼八卦 留意別人的東西 而我唱衰人 我也很少 即是通常我都會看誰誰 即是你好像說 你說張欣欣 我好像聽過這些 都不是第一次遇到這些 很多男生都說 這個女生 我喜歡她 但她不喜歡我 經常都要我送禮物 找我著數 但她又喜歡她 即是很樂意 她又很樂意 經常都在對號入座 我說你不要再對號入座 還有那些人 她又很樂意付出 你說她其實冰那些 即是她和你吃一頓飯 即是她很喜歡那個女生 即是她很喜歡那個女生 即是好像別人 普通人去約會 她請你吃飯 都不是一個很難聽的東西 不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但在我們這行 不知為何就變得很差 其實很多不是做model 做ol 做sales 有很多都說女生 美容院那些 也不只是model 好像才有戒心 對於我們這行 好像做了一些事情 就已經不行了 這個不行了 經常說model釣金龜 最糟糕還要說我們是 咕咕咕咕那些 做model就是那樣 有時人們在我下面留言 她做咕咕家 即是覺得有時做男model的人 就以為她是咕咕咕那樣 所以有時算了 有些朋友都跟我說 喂有人敢說你 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說算了 都閃不了別人的嘴巴 如果我們都做這些的話 我們不用做得那麼辛苦 工作不需要拍照拍得那麼辛苦 出本寫真又說 老闆給 老闆給 被人包 吸一下老闆 通常我們做什麼都是 培完老闆之後 雜誌很肥的 撿相而已 什麼的 我自從開了直播之後 開了這個平台之後 都沒有人罵我了 有什麼Facebook或Instagram私底下WhatsApp我 罵我 我馬上會跟他們說 你上來我節目說你 上來我節目罵吧 光靈靜大 那些人都不叫我 立即縮起來了 真的很感謝巴拉台給我節目說 其實上來講話很舒服 我覺得好像暢所欲言 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不要忽然間指名道性說要說誰 其實我之前不只是我的網台 上其他網台說那些 類似之前的節目綠茶表 我其實說是一大群人 有些女生會是這樣 不會說身邊有誰 我又沒有說指名道性 有些男生說他是冰 我又沒有說他是冰 不過我剛才說的那個真的買了報紙 所以我都不怕跟大家說話 因為都是公開的 你說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是誰 我經常都很留意上網 我要分享給你 我要分享給你 我分享給你 已經公開了 這麼聰明 讓他教一下我 要找回之前的論壇 是嗎 有這個人嗎 有啊 有啊 我看見很多都不只是一個 台灣也有啊 香港也有收兵 因為香港就比較 請吃飯多 買東西都有的 其實我都沒有 通常都是出來買東西 你說不像台灣那樣開個直播 叫人給禮物 我看新聞那樣開直播 通常給禮物那些都是台灣的 所以風氣問題 風氣問題 真的 就是那個潮流都是台灣來香港的 還有大陸或者台灣的新聞多數是說他們 不知道是偷了媽媽的卡 還是偷了她的錢來 不斷送禮物給女神 是的 傾家蕩產是送禮物 但香港很少聽這些 香港通常都是出去買東西多 約出去多 約出去 要不就網騙 通常有些朋友跟我買寫真都要約我出來吃個飯 沒有 我都是跟熟的那些吃 不熟的那些我都說不吃的 寄給你 不空 對 要不然真的很不空 其實出本寫真都不錯 有時出完之後 粉絲想聊你說話 我就說你買了我的寫真了嗎 買了再出去 買了再說 通常不好的粉絲就會不見了人 好像試探到中生 要不就說我遲些買 百多元就試到一個粉絲是一個好的粉絲 一個不好的粉絲 或者是一個好朋友和不好的朋友 有些更搞笑 你也知道我們出社群集 書展會有我們本事 有些很老套的 說我去你那裡買了 其實沒有的 沒有的 我說你拍來看 我幫你簽個名字 但後來就失蹤了 我幫你買了三本 但就這樣騙你 你就覺得 有人買了 買了 但我們也要證實一下你有沒有 找一天出來吃東西 簽個名字給你 怎知道原來你不受騙 我以為你受騙 我不是做壞人 不是做老邨 如果我做的話 比你們厲害十倍 其實我只是 騙你回頭而已 騙你回頭而已而已 通常我可能蠢一點 我沒有這樣 有沒有粉絲這樣說 他通常是面膠的 買的話 他們也說買了多少本 然後會拍照給我看 我也沒有特意去查看 沒有的 他們只是在書展拍封面 說買了 那真的很可疑 你又說你拿著來自拍吧 那也相信你一半 對 這樣很可疑 我接著會問 傳回我的照片 問出版 給錢的劇書 說他有沒有買到 他認得一些人嗎 認得到 我的商人都認得到 一天買到多少本 最多就是二十多本 然後他就告訴你 那個肥肥的 沒有啊 那個買了 沒有買 所以要自拍拍照先 我都不明白 之前好像說有些網騙 又說叫人借錢那些 你都不認識那個人 又不知道那個人的身份 你不如先打電話和他聊 或者先視像 是啊 網騙那些多數說 留言又可以賺到錢 我覺得真的錢那麼容易賺 為什麼我賺得這麼深 那些人說你有淘寶的文件 叫你去拿 有試過有個信封打電話給我 真的信封打電話給我 我說沒有啊 然後又說這裡是什麼公安廳 因為經常有些受騙案 然後信封真的打電話給我 然後第二次我真的有個包裹在那裡 我說我們打給你啊 為什麼你說沒有收到的 我怎麼知道你不是騙人的 真的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有時候都以為是網騙那些東西 是啊 所以真的 小心為上 對 網騙 其實我們做模特兒 做模特兒就不一定騙人的 騙人也不一定是模特兒 是啊 沒錯 而且我們公眾人物都不會怎麼騙人 對 公眾人物怎麼騙人 又被人搶壞了 是怕別人放你上桌 是啊 就算我們沒有做壞事 經常都被人放上桌 經常都說我和林海恩很熟 然後出去吃飯 跟他們熟了之後 一天問他們借錢 一天叫他們買東西 說幫我買 然後又不給錢 啊 這麼壞啊 女生 男生 女生都有 就是知道你富婆仔有錢 那為什麼要跟我扮朋友 你不如說我和李嘉誠很熟 和馬雲很熟 他不肯借馬雲李嘉誠 然後我說 林海恩會有錢借 不是說黏著我 不是說黏著我 他說我是認識林海恩的 其實是不熟的 然後跟林海恩很熟 經常出去吃飯 我們朋友過打冰 然後他就覺得 我用你的肚子 放我上桌 嘩 用你的誠信來借錢 好像是擔保人 然後那些朋友告訴我 他借了錢 沒有還到 嘩 嘩 嘩 但他就是因為 你的朋友 所以就 真的是借的 因為你的名字 而借錢給人 後來他們是朋友 哦 有他們的方法 嘩 這樣也可以 用你的名字 真的很奇怪 小心點 如果有人用我的名字 和你們朋友 或者說 我認識我 和你們朋友 然後有些問題發生 你記得告訴我 第三次我們說 另一個話題 就是說 這個model 為了出位 可以怎樣 搏到最盡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 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中文字幕作詞 中文字幕作詞 被吸吾 死亡 中文字幕作詞